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宁静和娜英两位师姐的带领下 28位姐姐开启乘风破浪之旅 出舞台和5次公演舞台之后 11人提前结束旅程 17位姐姐闯入最后的巅峰对决 8月5号晚 浪姐三迎来了观众期待已久的成团夜 刘恋 吴莫愁 赵英子 张馨毅等 被淘汰的姐姐悉数回归舞台 在主持人谢娜齐斯君的见证下 浪姐三第三代乘风破浪女团 正式诞生 第一名 王心灵 第二名 郑秀妍 第三名 于文文 第四名 谭维维 第五名 钟馨童 第六名 薛凯奇 第七名 蔡卓妍 第八名 唐诗义 第九名 郭采杰 第十名 张廷爱 浪姐三成团夜三大战队 展开了三轮比拼 王心灵队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绝对拿下五个成团名额 除了十个成团名额外 大家关心的成团夜的多个奖项 也新鲜出炉 王心灵获得年度总冠军 他那位获得年度队长 纳英和宁静获得成风护航奖 张强和徐梦桃获得了成风榜样奖 有吗炒面OK 山海和野强维获得年度舞台奖 浪姐三成团夜没有采取直播的形式 219分钟的内容一次放纵 17位姐姐贡献了精彩的舞台秀 也为他们的成风破浪之旅 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对于姐姐们来说 成团是一种褒奖 不成团也是一种宝贵的经历 他们都在节目中收获了友谊和成长 都是这个舞台的赢家 三大战队强强对话 六大团秀精彩不断 宁静和纳英两位师姐 在闲四次的公演舞台上 共斩获了9个成团席位 成团夜两人推荐一个成团席位 这也意味着本季节目共有10个成团席位 第五次公演已经诞生了3个成团席位 成团夜姐姐们要争夺最后的7个成团席位 第一轮为队长合作秀 有点遗憾的是 节目组最后剪掉了舞台表演部分 观众只能看到投票内容 郑秀妍346票排名第一 王欣凌329票排名第二 谈委为315票排名第三 郑秀妍为团队率先抢下了一个成团席位 第二轮为唱跳团秀 郑秀妍队带来了歌曲 Channelator 全员女团感十足 郑秀妍文文四首联谭成为彩蛋 903票拿下第一名 同时也抢下了一个成团席位 谈委为带来歌曲《眉飞色舞》 张强开口柜 谈委为唱功solo现场 881票获得了第二名 同样获得了一个成团席位 王欣凌队带来歌曲有点意思 全员黑色系服装很带感 王欣凌依旧是舞台的主角 唐世契成为加分项 874票获得第三名 没有获得成团席位 第三轮为复合团秀 王欣凌带来歌曲 下一站天后全穿着各色的婚纱登场 现场大合唱满满的回忆杀 927票稳稳拿下第一名 抢下一个成团名额 谈委为对合作带来歌曲 给给902票排名第二 郑秀妍带来歌曲《如愿》 但只获得了886票 最后排名第三 十人团诞生 王欣凌第一 张天爱卡实 随着成团业三轮比拼的结束 浪姐三共诞生了七个成团席位 谭维维获得了三个席位 分别给谭维维 薛凯奇 郭采杰 王欣凌 获得两个成团席位 分别给王欣凌 钟心童 郑秀妍队 获得两个成团席位 分别给郑秀妍 余文文 观众喜爱度 投票诞生两个席位 分别是唐诗义和蔡卓妍 师姐推荐的一个席位 给了张天爱 浪姐三节目中 谭维维 王欣凌和郑秀妍三位队长 人气排名一直稳居前三名 早早就锁定了成团名额 三个人的人气不仅人气高 业务能力也非常出众 他们作为队长有责任心 带队一路前行 在节目中都留下了 让人印象深刻的舞台表演 也是CV最有力的争夺者 天心教主 王欣凌出舞台后完美逆袭 凭人气和实力 获得了芒果的尊重 有人气 有实力 有代表作 王欣凌最后拿下CV 也是民心所向 芒果这次打破了地狱界限 甚至放弃了自家人 谭维维把CV给王欣凌的做法 值得点赞 谭维维从一公坐稳了队长的位置 舞台实力有目共睹 本以为她是芒果力捧的CV 没有想到最后排名调到了第四 这个结果多多少少让人有些意外 郑秀妍一个人面对陌生的环境 在巨大的争议之下 她用舞台回应质疑 最后拿下了第二名 也是对她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肯定 从整个成团名单来看 钟心童 蔡卓妍和薛凯奇排名一直都在成团位 人气和实力兼备 拿下成团位在情理之中 余文文 张天爱 唐诗义和郭彩杰等姐姐 就比较幸运了 有的人完美逆袭黑马 有的人一路躺赢高位成团 有的人成为了芒果真正力捧的主角 余文文在所有的姐姐中剧本最虐心 但也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关注度和话题讨论 成团业排名更是逆袭之前三 高位成团让人意外 张天爱拿下十一姐推荐名额 也出乎人意料 这位姐姐全程带动话题 芒果最后也毫不掩饰 对她的喜爱之情 唐诗义在四公舞台才首次进入成团位 本来并不被看好能够成团 没有想到最后逆袭成了黑马 不过她的实力有目共睹 拿下成团位也无可争议 郭彩杰在整个节目中 缺少让人眼前一亮的舞台表现 能够拿下成团名额 她得感谢谭维维这个团队 如果武功被王兴灵队选走 国彩杰最后的结局会是另一个版本 七人遗憾陪跑 吴景言 朱洁静 易南平 随着浪姐三十人团的名单的诞生 也意味着进入成团业的 其他七位姐姐遗憾落选 他们分别是吴景言 张强 赵梦 朱洁静 王子玄 张力和齐希 而对于这七位初级的姐姐来说 有的人压根不care能否重团 有的人不争不抢 佛系比赛 有的人全程却少存在感 有的人遗憾陪跑 让人易南平 张强的所在的姐姐里 心态最稳的 别人努力冲锋破浪 他却选择全程躺平 本想提前收工的他 却意外的晋级总决赛 成团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 开巡回演唱会 才是他的快乐所在 齐希和赵梦两位姐姐 全程是打酱油的角色 虽然都有自己的特色 奈何节目组不给你机会 最后只能够当背景单 王子玄和张力两位姐姐更惨 彻底成了广告工具人 性格不争不强的两人 能够走到最后的总决赛 已经是创造奇迹了 在七位遗憾落选的姐姐中 吴景言和朱洁静两位姐姐 最让人意难平 吴景言最后排名卡在了第十一名 四票之差 错失成团的机会 从舞台实力 个性特征 人气咖位等维度来看 吴景言完全不输张天爱 郭才杰等人 所以最后的结果 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吴景言马上就要进组拍戏 不成团对他来说 也不是一件坏事 期待能够看到他 更多的优秀影视作品 同样是首席舞者 朱洁静没有像唐氏一样 逆袭成为黑马 最终遗憾落选 这样的结果也让笔者 想到了披荆斩棘的哥哥中 李响和刘家 虽然朱洁静也很努力 但是剧本早早就写好了 他最后只能够遗憾佩炮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明镜与点点栏目